之前我们所做的抛物面镜例子都是凹面镜 你们应该知道凹面镜的意思 我这里明确一下 凹面镜也就是开口朝物体的抛物面镜 多数情况下开口也对着所成的像 镜面在抛物面的内表面 凹面镜也就是往里面凹进去 这部分就是凹进去的部分 我取过很多例子 这是焦点 然后是主轴物体 我展示了光如何被镜面反射 以及同焦点间的关系 上一节我讲了很多这样的例子 这一节我们将快速讲一下凸抛物面镜 凸面镜 此时关心的是抛物面的另一侧 我们关心的是碗的外侧 考虑一下这是抛物线的形状 这是主轴 也就是对称轴 这里是焦点 反射面在外侧 反射面凸向我们 而不是向内凹 很好记 凹是向内凹 凸是向外凸 如果这里有一个物体 情况会是如何呢 假设这是反射面 这里放个物体 情况会如何 还是和原来进行一样的处理 首先看平行光 我们可以选任意点发出的任何方向的光线 假设这里是光源 光源我就不画了 物体会发生慢反射 因此光线会反射往每个方向 其中比较容易考虑的 是平行与主轴的光束 以及经过焦点的光束 首先看平行与主轴的光束 这比较简单 此时反射面是抛物面外侧 反射后方向就像是焦点发出的 焦点在镜面的另一侧 光反射后大概会像这样 就像由焦点发出 再看从尖端发出朝向焦点的光线 焦点在这里 方向就是这样 入射光 指向焦点的方向 反射后光线会平行与主轴 那么这里会形成什么像呢 显然这两束光不会相焦 因此不会成实像 无法将像投射到屏上 不过在观察者看来 这两束光似乎发自同一点 反射后平行的这束光 看起来就像 从镜面后方射出来 这一束光就像从这里射出来 因此这些光线看起来 似乎来自镜子内部的一点 不仅如此 整个像大概是这样的 也可以对箭头上其他点 进行此类处理 比如箭头底部 这是最简单的 直接朝镜面去的光 会直接反射回来 看起来就像光线 来自镜子后面的这里一样 把全部点都这样处理 就会得到整个像 比如这个点 会对应向上这个点 我希望你们从这一节视频中 了解到的是 处理突面镜时 外部是反射面 得到的不是实像 而是虚像 这和预示镜子里的虚像类似 只是预示镜子 可能不是抛物面的 突面镜得到缩小的像 这类镜子很多地方都有 比如转角处 我画一个转角处 有时这里会有突面镜 这就能看到转角处的人 突面镜能反射许多方向来的光 这很有用 这样就能看清 转角处的状况 我画的不好 我猜你们应该见过 这种突面镜 大概是这样的 有时候超市的通道内 也装有突面镜 店主希望通过它 来得到更大视野 以防小偷 好了 但愿你们觉得有趣